一起來運動 火力力GO 大家好 我是尚豪 今天來跟大家一起做運動啦 那我們平常做運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練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胸肌 還有我們的 腹肌 那今天老師要帶著我們大家一起 來訓練我們平常練不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背肌啦 讓我們歡迎 泰皮力脊椎運動創辦人 齊林老師 歡迎 嗨 老師好 好 你剛剛講到的呢 像我們在練的胸肌 還有腹肌是很常練 背肌呢 你在健身房待過 應該有什麼機器 有一些機器 譬如說滑船肌 也是這樣拉 可以練到我們的背肌的部分 沒錯 對 那還有呢 還有 擴背肌 從上面往下拉的東西 可以練到我們破背肌 可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背肌是不是只有在健身房練得到 對 背肌呢 我們如果用器材的話 是在健身房練得到 但是呢 我們回到一般的人的話呢 你家裡不可能買個大器材 對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脊椎 力學角度 然後呢去訓練我們的背肌 訓練我們的背肌 那這個時候我想要知道一下 那你的背有多硬 我的背喔 還有 還算OK 昨天有練過啦 好 還OK 對 今天還痠痠的 還痠痠的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先站好以後 你的雙腳跟你的髖關節一樣寬 好 髖關節一樣寬 然後呢 手往下延伸 手往下 老師我今天有點硬喔 嘿嘿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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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碰得到地板嗎 我盡量 老師 我已經在抖了 我看得出來 你的腳 腳真的要痛心 我腳只是一個 超絮的一個狀態 好 明顯 好啦 你慢慢的上來 OK 好 為什麼我會先了解一下 背肌的狀況 因為很多人在健身房 練了很多的機器以後呢 都會覺得說說 我的力量已經有 背肌的力量很強 但實際上為什麼 剛剛我們做這個 這麼簡單的動作 你整個腳會抽出得很厲害 柔軟度不夠是嗎 對 因為已經練到肌肉很硬了 那我們會透過一些 脊椎的一些曲線伸展 來訓練不一樣的背肌 那在訓練的過程的話呢 它的那種用重訓的感覺 會完全不一樣 而且如果把你的肌肉拉開的話 可能肌肉線條也會比較的完美 比較漂亮 沒錯 OK 那我現在呢 就來教一些 就是在一個小小的 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 好的 我們就可以在原地做一個 脊椎的背部運動 好 那首先呢 脊椎我們在腳的話 一定還是會以我們的 中線為主 中線 因為兩隻手在貼住的時候呢 你直線往上拉 往上拉 對 當你在往上拉的時候呢 所有的肋骨呢 都是抗地心引力上拉 要把它往上拉 那你脊椎整個平常 是在受壓迫的時候 現在也是被拉開來 OK 那拉開的話呢 你現在整個重心的話 從你的中指喔 是 好 慢慢地對稱性 對 從中指對稱性上 中指對稱 往下 對 往下 然後你身體都不動喔 脊椎也不動喔 就是一直直線往下 好 然後你呢 你往兩邊拉開 往兩邊拉開 然後呢 只要手過肩膀的時候呢 過肩膀 就是把脊椎和肋骨 整個抗地心引力上來了 好的 然後呢我們再順著中線 慢慢地沿著脊椎的中線下來 OK 對 對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都是一直在先把 兩邊的對稱性的動作 導出來 老師 我們的手有需要Hold它嗎 其實不用 它到最後的話 動作都是會很柔軟的 很柔軟的 對 好 你慢慢地向下 我可能用力 平常用力習慣 那所以我手 在接下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 對 還是會用力 基本上它是一個很柔的動作上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喔 開始往下的時候呢 是 你的手腕這邊會對貼 對 手腕要貼起來對不對 對 會貼起來 好 貼起來以後呢 從你的手腕過了你的鼻子以後 開始你的頸椎就下拉 然後胸椎下拉 所以你剛剛我們記著 你也有一個動作下不去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先從旁邊 整個上來 好 再很 脊椎整個拉到垂直線 好 順著中指 然後慢慢脊椎的中線下來 那手腕要貼起來 對 貼起來以後呢 開始再往下 頸椎往下 一節一節的往下嗎 對 一節一節往下 好 到這邊再整個上來 上來 好 然後呢 再繼續的往下 好 我們再整個拉到底 拉到底 好 再上來 那剛剛我們的動作呢 都是比較垂直的 接下來你看喔 我們的手下來的時候呢 我開始胸椎會往後 但是我脖子要 慢慢要有一點往後伸的感覺 對 往後伸 然後脖子勾住 然後你就順著你的中線 慢慢的下來 然後從頸椎直到尾椎這邊的時候 手會從兩側滑出去 滑 往後滑 往後滑 然後手掌上翻 對 然後再慢慢的 對 上翻 上翻 OK 上翻 上翻的話我們大拇指就會向外 向 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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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向外 我的背好 很緊喔 好 再整個上來 好的 好 我們再一次喔 好的 你整個順著中線 然後呢 這時候就有脊椎的 曲線動作進來了 所以頸椎 胸椎好 推到尾椎的時候 手是往後延伸 背肌整個挺直 整個把它打平 對 然後你的手指的話翻 對 往外翻 然後呢 用手的槓桿原理 把它身體脊椎整個拉直 好 好 再來喔 我們一定要順著頸椎 胸椎 腰椎 好 尾椎整個往後推 好 背肌整個打平 打平 對 手掌上翻 然後你再整個拉上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如果拉的角度可以的話 就可以後傾的角度多一點 但是脖子一定要內勾 不要去折到頸椎 好 就等於身體要成 變成一個Wave的一個動作 如果從側面看 它就是像S型的曲線 有一個曲線 對 然後再整個推出去 好 好 然後手外翻 對 對 上來 上來 好 你如果做正面的話 我是做側面的話呢 我們會整個向上 對 向上 然後呢 你的手呢 順著往中線下來的時候呢 脊椎盡量往後 然後脖子勾進來 勾進來 然後呢 到尾椎的時候呢 整個推出去 然後背肌整個打平 好 然後再來手上來 手上來 對 它會沿著兩側 好 然後呢 再整個向內勾進來 讓你的脊椎整個往後推 然後背肌打平 然後再整個向內 OK 好 所以呢 這樣做的話呢 你就會開始從一開始的 我的脊椎不動 然後呢 先動我的手 先動手 對 然後呢 慢慢下來以後呢 再幫你的兩手從兩側 從兩側再上來 好 然後再下來 好 所以這邊的話 脊椎我們都還沒有去練到它 還沒有練到 那我怎麼已經覺得很痠了 因為你太緊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才會開始的 漸進式的上來以後 那我們脊椎先不用往後傾 剛剛我帶的動作就是 先往下拉 把背肌給拉出來 好 然後吸氣整個下來 好 拉子脊椎 好 吐氣的時候整個下來 往下一點一點的慢慢下去 對 然後吸氣上來 好 再來吐氣慢慢的下來 好 接下來的話 就要加我們的脊椎往後 開始脊椎往後 然後脖子勾住 然後你要順著脊椎 脊子勾住的意思是 往前 不要往後傾 對 一般往後的話 我們這邊的 對頸椎來說 它是一個折頸椎的動作 有 會太壓迫 對 然後這樣的話 你氣管在前面 你往後的話 會讓你的氣管瞬間壓住 所以你氣會很不順 對 對 那如果說有一些高血壓的人 他做到這個往後動作 對他來說 他這邊的壓力會很大 是一個滿危險的動作 所以脖子要往前要扣住 對 扣住 好 那我們就整個往上 好 好 然後再慢慢的扣進來 然後你一定要順著頸椎 然後到尾椎 尾椎 對 然後再慢慢的 往兩側拉開 兩側拉開 好 然後手掌向上 好 然後再來脊椎慢慢的勾進來 好 往兩側推開 老師 這個如果是脊椎側彎 適合做嗎 脊椎側彎的話呢 它適合做 但是你說要恢復到那種正常角度 不太可能 因為關節已經是變形了 變形 但是以肌肉的肌力來說的話呢 它反而肌力會訓練出來 可以讓脊椎的那個穩定度會更夠 因為怕說如果脊椎已經本身是彎掉了 會不會越做反而越歪這樣 這個很關鍵 你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我剛剛一開始會說 一定要把手合起來 手合起來 你往上拉 就是讓你身體的中心線出來 那中心線出來的時候 你在做運動的話 就比較對稱性 因為我們是在沒有任何儀器的狀況下 去做直椎的一個背肌訓練 所以你的手的對稱性 為什麼會順著從鼻尖 然後頸椎 胸椎 腰椎 尾椎 因為雙手的對稱性 在同時上來的時候 它在你自己在自家訓練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檢測 很簡單 對 那為什麼剛剛有一個動作 我剛剛也說過 下來到這邊手腕要貼住 對 手腕要貼住 如果今天它有一個肩膀 受傷的人或者是關節受傷 它可能下來到這邊 它的手會拉開 對 可能會兩邊不平均這樣 對 所以從這小動作 它可以去觀察 是說它的脊椎 或者它肌力會不會過緊 那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說 為什麼我要請你先往下延伸 去訓練你的那個背肌的短度 對 因為我常常聽到的 就是很多健身房在練背肌 練到最後說背肌很強 線條很漂亮 可是我們剛剛光是這個 向下延伸的動作 像我們是這樣碰到肌膽 你要開始抽了 我要開始抽了 然後你高了點了 不然你腿要在那邊抖了 你一直在那邊抽屑 對 所以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剛在帶這個脊椎的動作的時候 跟你在那個健身房在練的 那個power的感覺 比較不一樣 因為脊椎比較是 把肌肉拉長的那種感覺 對 那我們在健身房 可能都是要用重力啊 用能力去拉 讓那個肌肉長出來 不過你現在可以就是說 在健身房練完這些重訓以後呢 你就再增加這一種的動作 因為你在練習這一些的動作 脊椎在伸展的動作的時候 整個後拉的時候 然後再挺直 對你來說 你剛剛重訓的時候 所有的肌肉是很用力地咬在一起 所以把它拉開也 對 算是肌肉舒緩的一個動作 它也算是舒緩 但是換另外一個角度的話 我們今天在做脊椎運動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舒服的 讓脊椎的空間 不是用重心去訓練 而是用身體 然後再加上 你剛剛上來的力學角度 然後再慢慢地勾進來 勾進來 對 然後再整個往外推 那為什麼一開始 一定要大家就是 習慣先對稱性地去慢慢地拉 就是要看你手腕的動作 就是要看 會不會你身體 可能不斜腳腦 可能歪掉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 我們在做脊椎運動 所以前面這個動作其實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動作不是快 重點是在於身體的對稱性很重要 那你在練的時候 至少說旁邊沒有教練 你也曉得是說 你脊椎的對稱性下來 今天有沒有哪邊狀況比較近的話 那就可以從手腕的地方去觀察 老師這個訓練 是不是有一點 皮拉提斯的一種感覺 它是有皮拉提斯的一些動作在裡頭 但是又加了一些太極的動作 可是我們還是會導入到比較是 一些脊椎的力學角度 脊椎運動還是為主 脊椎運動還是為主 對 因為我們脊椎不能往後超過了20度 或者是35度 除非是有在訓練的 對 那沒有訓練的話 最好是在20度以內 那它在 對 它在做的過程的話 是安全範圍 尤其是沒有教練 好 那我再把剛剛的動作 我們再複習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先把手對稱以後 手對稱 整個往上拉 好的 好 然後呢 前面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對 然後脊椎都不動 因為前面就是用手指往下帶的時候 手腕去碰的時候 去找到你的對稱性 好 然後再往兩邊 往兩邊打開 對 然後再回到正確的位置 然後再下來 好 然後再往兩邊打開 打開 好 再下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都開始帶我們的頸椎上來以後 頸椎 頸椎慢慢地拉到尾椎 一捷一捷地下來 對 然後再上來 好 然後再從頸椎慢慢地下來 好 再上來 再上來 上來 好 第三個 從頸椎慢慢地下來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要加那個 胸椎後頸的角度 而且這個動作是不是 做越慢越好 前面是越慢越好 然後到後面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變快的 好 然後再吸氣整個上來 好 然後吐氣 順著兩邊 延伸 背肌挺直 對 好 手外翻 對 然後再整個吸氣上來 好 再一個 脊椎慢慢地捲下來 好 手往兩側推開 然後背肌挺直 對 手往外翻 其實我發現到 你的手還翻不太出來 對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也像我的手翻過來是很那個 結果你的手這邊的話是比較垂直 對 有一種 有一種拐到的感覺 還滿硬的 對 好 來 慢慢地上來 我們再做最後兩個 整個再下來 好 推進去 好 外翻 外翻 好 最後一個 整個上來 好 再慢慢地 好 慢慢下來 下來 好 然後再整個外翻 好 好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麼簡單的脊椎運動 我們只是靠雙手跟脊椎的帶動 就可以這樣練背 對 我發現我的背好痠 好的 那各位觀眾朋友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再看看 老師有什麼動作 要交給我們囉 待會兒見 我們再見 老師是不是很多練重訓的人 他的筋都會比較硬一點 不一定 他如果練重訓 他又知道是說 多要去做柔軟把肌群拉開 那就是怕說他重訓練過頭了 對 所以我很喜歡你剛抖的 抖動的那個顫抖的感覺 我真的沒有辦法控制他 我看得到 我去 怎麼抖那麼厲害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是後面這條肌好緊 很緊 因為當你們在練重訓的時候 那個肌力是hold在那邊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動作 對 你就發現到你抖到不行 那重訓 我剛剛講的 重訓練歸練 但是如果說還是加上柔軟的更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不要來進階一點 好 來挑戰看看 好 我們這個動作的話 之前有帶過大家做過 那等一下我們是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 我們先整個 背肌先向上拉 背肌 整個把它拉開 因為我還是要找到中線嘛 對不對 是 然後你很簡單 你的身體是從髖關節這邊 往前延伸 有個膜拜的感覺 對 但是還沒有拜下去 好 但是我們吸氣的時候是整個上來 然後你要記住喔 好 我們多了一個頸椎往後 好 但是脖子還是要扣住嗎 扣住 對 然後你的手是從下面 拉上來 然後讓脊椎 中線整個上來 整個拉 往上拉 對 再一次喔 整個是往後 好 先把脊椎整個拉直 對 然後呢 再從髖關節的地方 讓我們的脊椎有一個 變成平背 對 平背的動作 好 吸氣整個上來 脊椎往後延伸 然後呢 從下面 所以你要看這個動作會變成從 尾椎 腰椎 胸椎 頸椎上來 好 邊尾椎先出去 對 尾椎先出去 然後腰椎 慢慢的拉上來 胸部的部分 對 好 我們再一次喔 好 從前面以後呢 它現在是往下 好 然後整個上拉 把脊椎的力量抗地心引力拉開以後 再把你的背肌做到最大的伸展角度 是啊 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上來 好 接下來膝蓋圍蹲 因為你要從下面的尾椎 腰椎 胸椎 頸椎帶上來 好 然後再一次喔 先往下 往下 往上 好 脊椎整個拉子 好像有點像蝶式的感覺 它是有點像蝶式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力量 全部都是用脊椎的那個肌群 再做一個抗地心引力的伸展 然後讓你的背肌再整個上來 好 拉子脊椎 對 所以為什麼從下面上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從尾椎 慢慢地到腰椎 胸椎 頸椎 可是我們分解一下 尾椎 尾椎的話是身體會往前 往前 然後腰椎的話呢 會慢慢地往後推 然後胸椎它有一點像 駝背的動作 駝背 然後頸椎的話呢 就整個拉子 挺直 對 好 我們再來一次 從下面這個動作 好 先去試一下 好 從下面 好 腰椎 尾椎 然後駝背就是胸椎 然後頸椎挺直 好 那接下來它呢 手會往後擺 然後呢再慢慢地從下面 拉直直椎 好 背肌的力量就來了 前面背肌 有有有 好 它再整個上來 好 然後再往後 往後 從下面慢慢地從尾椎 拉到頸椎挺直 所以脊椎一下子被你是像那個 大駝背縮著 一下子又被你挺直 所以你在訓練的時候 脊椎它是一個壓縮打開 壓縮打開 它就把肌纖維一直打開 有訓練到 對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動作 跟這個串在一起 把它串在一起 它就是變兩個動作結合 然後不同的力學 好 我們先回到剛剛最早的動作 整個先上拉 好 然後從中指的地方下來 下來 對 最前面的動作 好 然後第二次再上拉 上拉 然後單純地從你的頸椎拉到尾椎 頸椎拉到尾椎 好 再整個上來 好 第三個的話呢 胸椎往後 然後從你的中線的脊椎下來以後 你的雙手會往兩側推出去 推出去 頂持 好 手指外翻 外翻 好 對 然後再慢慢地帶上來 好 上來以後呢 手會往後延伸 然後從下面我剛剛講的尾椎 腰椎 腰椎 胸椎 頸椎 拉直 拉直 好 然後再往後延伸 好 先把脊椎拉好以後 再把你的背肌整個挺直 好 這兩個動作就串在一起 老師 我剛剛發現我往後拉 往前拉的時候 對 我的脊椎一直 有發生一些小氣泡的聲音 對 那種小氣泡很正常 就是說我剛剛講過 我們的上半身一直被壓著 所以脊椎跟脊椎中間都是壓破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伸展 拉回來 伸展 拉回來 會把中間這些肌肉群的話 慢慢拉開來 所以我們在做脊椎運動 它不是一定要練到重訓 或背部肌肉 我們可以用透過自己的身體去訓練 那我們直接把剛剛的動作 就是整個先上拉 好 前面的話 只是對稱性地下來 好 然後再整個上來 上來 好 我們接著就是從頸椎 拉到尾椎 對 然後再從兩側上來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會加胸椎 慢慢地勾進來 對 然後再整個背部推 推平 背肌的拉展 好 再一次 整個上來 好 雙手往後延伸 對 併入第二個動作 從尾椎 腰椎 胸椎 頸椎 好 然後再一次 整個往後 好 背肌整個挺直 然後把背部的肌群 整個做最大的脊椎伸展 好 然後再一個 脊椎拉直以後 從中間 慢慢地脊椎先不動 然後垂直下來 好 從兩邊打開 打開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從我們的頸椎 對 慢慢地拉到尾椎 好 再整個上來 從兩邊打開 好 第三個的話呢 就會加頸椎收住 胸椎後傾慢慢地下到來 然後再整個挺開 好 挺背 對 然後再整個上來以後 先把背肌的肌肉拉直 然後往後延伸 往後 好 從尾椎 開始慢慢地帶上來 然後再往前 好 拉直以後呢 從髮關節開始 把背肌做到最大的伸展 好 再整個上來 然後我們再做一套 先把手對稱性帶好 手對稱 對 然後開始慢慢地下來 手腕是關鍵喔 手腕一定要對稱性帶住 然後再往旁邊兩側 吸氣 對 往上拉 對 往上拉 好 吐氣的時候呢 就從我們的頸椎 慢慢地帶到尾椎 好 再整個上來 吸氣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胸椎後傾 然後頸椎整個勾進來 好 然後從兩邊推出去 推出去 好 然後再慢慢地上來 不要忘記呼吸喔 然後接著背肌往後 然後從尾椎 慢慢拉上來 好 然後再一個 往後延伸 然後再往前 整個拉直脊椎 然後再往前 好 然後再整個上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要把整個動作收的話呢 還是回到最原始的動作 對稱性吧 對稱性 那個脊椎拉直 然後很舒服地 手指自然地輕鬆下來 是喔 好 我們搭配呼吸喔 好 吸氣 用鼻子吸 好 手想往內 鼓 是喔 對 然後再一個吸氣 整個往上 好 吐氣 再整個下來 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剛剛在做這個 背肌的脊椎運動的話呢 完全沒有弄到任何的器材 對啊 在家就可以做 要不然平常做伏地挺身 對 跟仰臥起做 只能在家裡面做這兩個項運動 對 那背肌都永遠都練不到 那今天呢 老師就教我們 可以練到我們的背肌 對 非常方便 而且這樣開一開之後 整個身體會比較挺直的感覺 會 因為你把你的背肌肌群 疲憊的那感覺 整個都恢復了 對啊 好的 那今天就謝謝我們老師 來教我們的 一起來運動 國力EV GO 我們下次見